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南洋溪以南一个很热闹的地方 曾经热闹的街道紧邻着东山河 不过因为一些关系 现在这些景象已经看不到了 你可以看到什么呢 你可以看到岁月留下来非常典雅的建筑 还有邻近地区有一片五十二甲湿地 这边有非常丰富的自然生态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来自宜兰县五节乡 立泽检的豪野人社区学校 冰扇还有宜萱 欢迎你们 哈喽大家好 好野人社区学校你们应该毕业了啦 不是学生啦 不是不是不是 那这个学校是在做什么呢 这个就是我们平常会在周末的时候 跟当地的立泽国中合作 然后我们会带国中生一起到 就是去周遭环境认识环境 因为现在孩子其实虽然说生活在乡村 但是乡村有很多 就是很丰富的生态资源啊故事啊 但是其实因为可能孩子平常不一定有机会接触到这些东西 对 然后我们自己也很好奇这边就觉得这个地方很美很多故事 我们也很好奇啦 对对对 然后所以就是社医学校的概念就是带来这些国中生 我们一起进到社区去认识社区的人 跟他们互动放摊 然后或者是一起去玩去天里面玩 那为什么叫豪野人呢 豪野人 就是豪亚郎 对豪亚郎 就是豪亚郎台语的意思就是富足的意思 其实他有蛮多说法的 就是就有人就说就是说 一开始 一开始是一个 还是你们是宜兰那边五节像地主 豪亚郎 好像 就这个不是啊 不是不是 你这样被人家误会哦 对对对 但立泽确实很多人都说 听到立泽就说那边都是豪亚郎 因为那房子太漂亮了 对但是我还是讲一下这个渊源啊 就是那个一开始是 立泽国中的一位美术老师 林树梅老师 他他他出来 带着学生出来找我们想要合作的时候 他取这个名字是 希望说学生可以像是 就是有一句成语叫野人线铺 就是分享 分享就是分享美好的事物这样子 对那其实我们那边的学生 虽然说不像都市有那么多的 各式各样的资源 但是那边其实有其他 都市没有的东西 无可取代的东西 对所以就成立了一个这样子的单位 什么时候成立的呢 是20 其实很早2018年 2019年的时候 那个益泽国中就开始带学生出来 跟我们再进行一些课程 2019那其实算蛮近期的 对对对 可是你们豪亚人社区学校 是不是背后还有一个 比较大的单位或者是组织 因为你们旗下还有分蛮多的旗下 我会这么说原因是因为我其实是从延长线一张照片一个故事的这一个官网还是粉丝团发现到两个就是你们的好野人社区学校 对然后我才发现原来当地有那个免费商店 还有当地有一间民宿叫流流社吗还是叫 流流社那间民宿叫港马兰的沟厨 对港马兰的沟厨 对 好像都跟你们有关系 对港马兰的沟厨是我们学生的长辈 对阿公阿嬷他们经营的民宿 就是长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就是阿公这是阿公盖的树屋 哇哦 就阿公他们那个部落以前就是港马兰族人 然后阿公也会跟他的孙子就我们的学生说我们以前祖先是港马兰族人 对然后就会分享这些文化故事 那我们在带学生认识社区的时候也会给他们出作业 就是他们要回去访谈他们自己的长辈 然后我们就会老师们就会跟着 像我们这些年轻人们就会跟着进到他们家里面 然后跟他们长辈学习 就是间接也是透过这样子的过程了解一些港马兰族的文化背景 那所以我刚刚讲的几个单位都是透过好语人社区学校这边来帮忙就是支持说我要安排怎么样的活动啊 就是然后召集学生啊这样子 对大部分大部分都是都是透过社区学校的学生 像刚刚你说像是单位像免费商店比较不一样 其实那一开始其实一开始社区学校 就是学校会找到社区是因为我在家里摆了一张桌子 这是你摆出来的东西 对这是后来后期的啦 那早期就只是一张小小的桌子在我家 然后我就开了一个粉砖叫免费商店 然后那时候学校老师看到 怎么社区里面有那么特别的单位 就觉得说这应该可以合作 然后就带着学生来找我们 然后我爸那时候就也带着学生去 就是去认识去玩以前他以前小时候玩的游戏 因为我爸是在立哲那边长大的 对就是比较像大地游戏那种东西 然后现在小孩子可能比较少出来外面 对像团康大地游戏这种真的是大学为了要 就是什么新生报道啊 然后大家才玩起来 已经现在很少小朋友有这样子的回忆了 对然后立哲那边就是我爸他们 做了一个共同的回忆就像什么 强国宝啊杀手刀啊 有人听过吗 强国宝杀手刀 我真的没听过欸 我的回忆是什么红绿灯啊 这种一二三五头之类 我也是 那红槌啊 新北比较是这样 但是宜兰那边小时候我爸就会跟我说 他们是玩这些游戏 然后就在那时候就开始带学生 也玩玩这样的游戏 他们很多都没听过 所以我们好野人社区学校 他不是有什么学科的 对没有学科 他没有那么致事啦 我们团有说名字取得真好 大家突然间一面倒 刚刚那树屋照一出来 这树屋很适合打卡 这树屋可以住人吗 可以啊 他是一间民宿 他是一间两人房 他是两人房欸 两人套房 还有厕所 哇 很先进欸 那个学生的 阿公 阿公很厉害欸 很多人专程就是 去那边 然后就是想要住那个树屋 所以要提前预约啦 对要提前预约 但你们其实还有蛮多手做的活动 对吗 就是这个社区学校有提供大家很多DIY 对 因为其实最主要就是 希望说学生可以在各种体验当中去认识自己 除了认识环境之外 我觉得更重要是认识自己 然后觉得 觉得学校以外还有很多很好玩的食物 然后可以在玩的过程中 可以学习 抢国宝 抢国宝 这可能要请专家 请我爸来回答这个问题 好那这个我们 这个需要画画画那个在沙地上画 然后他们以前就在土地上玩 然后就是 对反正就是要画地图 然后分两队去抢 哦 比较竞争型的 团队竞争这样 会不会只有你们五节 或者是那个利泽检那边才知道这样子的玩法 有 好像是 我有问过那边的一些居民 他们小时候有这样的记忆 我觉得蛮特别的 在沙地上面画 就是 沙地啊 土地啊 然后领土 然后抢夺 好好好 这个希望回答到团友 如果你更会玩的话 欢迎你来跟我们分享好不好 对 那利泽检这个地方 你们深耕在这里吗 他的这个地名的由来 我们每次经过啊 然后看到那座红色的桥 就哎 这个地方的名字很特别 他到底怎么来的 哦 利泽检这个地方 其实有不同的 就是有不同的说法啦 他因为他早期有人说 哎 台语念法是念给雷干 给雷干 对 然后有人说是 齐利 齐利港的 的翻译 或是齐利检的翻译 对 就是 对 但我们刚刚有讲嘛 他因为这个 东山河道的改道 然后可能说 以前像那个立生医院门口 是一个可以渡船的地方 所以像是港的这个字 是这样来的吗 对对对 那其实也有一个说法是 利泽检 他是从港马兰语 黑帝港南来的 那他的意思是 休息之地 那可能也是因为 那边以前是港口 然后船会在那边停靠休息 以前大船是可以停在 利泽检港那边 就是帆船是可以停在那里的 所以我们现在到利泽检去 其实是除了我们看到 非常多漂亮的巴洛克式建筑 还有一部分很重要 就是刚刚讲到的 这个学员的阿公 就是港马兰族的文化 那如果说 透过你们这样带学生 带活动 你们对港马兰族又认识有多少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我们对港马兰族认识有多少 我们现在正在 还在学习吗 对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 因为认识了阿公 学生的阿公阿嬷 然后他们就会跟我们讲很多 他们港马兰族的故事 还有 有一个很重要 你们今天有给我们看那个照片 还有一个小小的影片 是那个大叶山栏 这个对他们来说 是很重要的一个作物 对 它一个 就是一个植物 然后他们会就是吃它的果实 是这样子一片吗 对 这一棵是港马兰族的精神象征 就是大叶山栏 然后它夏天才会结果 这个果实是它的 它很甜好吃 它长得很像土芒果 绿绿的土芒果 有人会把它误认成海芒果 然后觉得它有毒 不能吃 对啊 长这样子 对 然后大家 对 它很甜 很好吃 然后港马兰族就是很喜欢 这个植物 所以那时候他们迁徙到花莲的时候 也带了很多树苗到花莲 所以到花莲的时候 如果看到港马兰族的部落 也一定都会有一颗大叶山栏 所以他们除了是植物上面的象征之外 在饮食啊 或是在文化部分 你们还知道了一些 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你说这棵树吗 还是 就是港马兰族人的饮食文化 就是在地方 这个是有特别的一些什么 风味餐啊 或是说他们的饮食习惯是什么 是在当地我们是可以感受得到的吗 当地 就是现在 你来讲好了 我讲太多了 就是 还是说其实去民宿我就可以体验到 就是我们 现在宜蘭格马兰族 像流社的话 就是阿公阿妈他们会煮那个格马兰茶 就是用那边的在地的植物 我们要先讲一下 因为有很多不同的社 流流社只是其中一个对不对 对对对对 其实格马兰族有很多部落 然后 但然后宜蘭主要就是 在撰尾有一个企丽版社 然后 我们这边是流流社 对 然后 所以 好 你没事你继续 流流社这个地方 好 就是阿公阿妈他们就是会煮格马兰茶 就是用那边的 在地环境有的植物去煮的茶 那 那个茶就是有 像是大爱山奶 面包树跟土肉粿这样子 有 是不是这个 对对对 好想试试看它的味道哦 对对对 这个 它的那个土肉粿的味道会比较 浓一点 对对对 然后 但是会有那个肉粿的清甜 就是他们传统的饮品 对对对 好 那这是这个部落文化的一个部分 那在地方 其实我觉得像我们刚刚讲到 因为这边还留有非常多 古式的建筑 就是巴洛克市街 你们觉得利泽检的老街 跟台湾其他老街有什么不一样 就是你们自己在那边 带活动这么久了 来到这里大家就会觉得 哦 特别的典雅 非常精致 那你们自己觉得哪边不太一样 从台中来的可以分享 从台中来 哦 原来不是 不是当地人 对对对 那就是更可以分享 客观的来分享一下 对 我其实一开始去利泽老街 我们也附上一些照片跟大家分享 对 这个就是利泽老街 然后我觉得它是一个 它其实老街又叫做最短的老街 就是它其实真的没有很长 然后其实我一开始去 会觉得跟我 想象这种老街不太一样 就是一般的 大家认为老街好像是很热闹 然后要有很多店家 但是 利泽老街我觉得它就是更有生活感一点 对对就是很多居民 居民会在那边活动 然后其实是没什么游客 可是因为有有那个古迹 然后有老建筑 所以很多人会来这边 就是 就我觉得很像一个私房经典的感觉 就是没有很多人 可是大家去到那边可以去感受那种在地的 有多么生活化呢 我们刚刚私底下聊 这边有那个非常勾扎的理髮店 然后有开业50年的脚踏车行 都是你们觉得在地 如果说我今天想要去旅游 我其实除了这些漂亮的建筑之外 我也可以就地 我就租个脚踏车 或是我去体验一下当地 那种比较古老式的服务 对对对 那你觉得呢 那个理髮店蛮特别的 如果去理髮可以 可以跟那个理髮 阿公他从十几岁开始理髮 然后理到现在八 七十几嘛 反正六十几年 然后他那边就是地方的情报中心 因为他会一直帮社区所有的长辈理髮 然后长辈就跟他讲很多故事 好有趣哦 想要知道什么事就去那个理髮店 他就会跟你讲 你就一直问一直问 他就跟你讲所有关于立者的东西 也蛮像一个借问站的 对对对对 推荐我今天去哪里 我要吃哪一家店 问他就知道了 对对对 对那我们刚刚讲这么多古迹 有哪一些是还有在运作的吗 像立生医院啊 大家一定会去拜访的嘛 救戏院啊 还有那个商行啊等等 现在都还在持续的开张当中吗 立生医院牙医师 就是林医师还在还在还在职业 然后永安公也都还是有开放嘛 然后 然后名家馆 名家馆也有 名家馆是后来文化局整修 它也是一个老建筑 然后因为老街上就是 就是有一些 就是少数有保留下来的啦 对就是名家这样子 然后像是 就是旧戏院就目前是没有开放的 那现在有一个那个偶戏艺术村吗 这是后来才有的 它是对 它大概才有的 差不多十年前 是 好 这都是 改造就骨藏 好 团友说 一讲到嘎玛兰 不知不觉 就会想到酒 有这样的联想吗 哦 威士忌吗 哈哈哈哈 打广告吗 没有啦 好 好这个 甘马兰 还有百年的古井 这是不是小庄角来帮我们回复的 两百年的大叶山栏 门前就是东山河旧河道 你看一下东山河的小短片 专业耶 我们有东山河的画面给大家看一下 对 就其实这个旧河道 就是阿公时常会跟我们说 就是对他们来说是一条非常重要的河 就是他们 以前早期都会乘着鸦母船 然后去比较远的地方捕鱼啊 然后还有送东西这样子 对 然后这就是我们后来有带学生造船 然后一起去感受那个在河上的感觉 这样子 但蛮多的单位 你刚刚讲到的像偶戏村啊 或者是说民宿啊 地方还有哪一些的合作呢 就是如果你们想要串联起 整个立喆剑的走独或是活动 我们民宿在52甲市地里面 然后就是幸福官僚民宿 对面有一个立峰牧场 我们也会跟他们合作一些就是 就是因为他们他们就是友善 友善跟做有一个温室 你们之前是不是有去那边 探讨鸡身蛋蛋神机这个问题 不是这个问题 大家有没有去偷鸡蛋 去偷鸡蛋 现在鸡蛋多贵啊不行 没有是跟鸡偷鸡蛋 有进行过主人的那个同意 对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像这样子的生态合作 对对对对 或者是荒野保护协会 所以那边也有很多的就是导覽 导覽活动也有时候也会跟他们合作 就是一个地方 然后还有鸭母船 就是就是当地社区有经营鸭母船体验 就是以前因为那边以前都是水 水路然后大家都是 就家家户户户都有船 然后就是 但是现在现在比较 因为现在车子很方便嘛 对 但是我们门口那边就是还有那个 那那个鸭母船的体验啊 如果说我们团友也想要去的话 是要到哪里旧河道吗 旧河道那边有也有 然后在52甲斯汀那边也有 就是有两边 两个地方都可以做体验 对对对对对 可是因为你们那个 好野人社区学校的主要针对族群 应该就是你讲的例子的国中 我们如果说已经不是这个年纪了 我们还是想要参与你刚刚讲的 我们去农场啊 我们去乘坐这个鸭母船 我们去听听港马兰的故事啊 我们还是想去那我们可以怎么报名 或是怎么加入吗 可以啊就联系我们可以帮你安排行程 哈哈哈哈 马上就变旅行商 你刚刚不是说没有吗 哈哈 或是可以来当志工 跟我们学生一起玩 就是不同的体验这样子 对跟学生们 好这个我可以接受当志工OK 好不好 我们免费商店也需要店员嘛 对不对 对 免费商店有在招募志工这样 反正大家都一起玩 对我们刚刚讲了非常多的 就是活动啊或玩乐的部分 那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信仰 在当地永安宫是不是非常的就是 去到这边一定要来好好的参拜一下 对永安宫是当地的就是立则简 其实有就传统上有八大庄 八个庄头 每个庄都有一间小庙 那永安宫是这八大庄的大庙 就是他们每一年在 就是从初二开始就会开始 每一个小庙都有那个就是 就是那什么绕镜活动嘛 对 然后然后到元月十五的时候 就农历一月十五的时候 他们这八大庄都会集结到老街来 就是就是绕八大庄 然后在最后晚上的时候 就是会有那个八大庄的那个竞赛 就叫造康 可能比较多观众朋友听过 对 我们的团友有提到造康 那这个是抬着 抬着轿子然后在老街上竞赛 是这一个画面吗 这是今年去年还是什么时候的 哦对 但是这个比较是后来演化出来的趣味竞赛 就是为了让一般民众也可以参与 因为造康比较是传统民俗地方信仰的活动 那这个是这个就是安矮某 就是老公可以背老婆 然后去跑你们的路线吗 然后扛着扛着老婆 他有对 然后就是一个是老婆 一开始是老婆坐在轿子上 然后老公背着那个轿子跑 然后后来老婆就是要 可是轿子不是要两人才抬得起来吗 没有 没有他把他绑在 有一个 对就是有一个背的 然后老婆要坐在后面 然后那时候 今年看的时候就 因为要下雨 然后看他们超卖地的 超可怕 对超可怕 真的很强 所以首先要有一个轿子 对对对 反正那个那个 永安宫庙方会提供轿子 然后我们就坐上去 然后先生把他背起来 对对 然后中途他还要换 就是轿子要放下来 然后他们要换成 用这样子背的方式 然后他们要 刚刚那个气球 他们要戳破那个气球 天啊 然后过了气球之后 还有那个就是 很像就有两个木鸡 然后他们要两人同心协力 这根本就是十八打闯关游戏吧 对就是一个闯关游戏 对对对 听起来很困难 但是 就是现代版的赵昂 对对对对 但我们为了就是 我完成这个路径 好像就是一种 我们同心协力 然后就是祈求平安之意 是这样吗 对 传统上赵昂就是 就是祈求平安 就是绕镜 绕霸大庄 就是永安宫会保佑霸大庄 这样子 对然后现在 对然后现在他们是 以前赢了 就是会得到那个 庙的保佑嘛 可以把那个旗子带回家 是 然后然后现在是他们赢了 可以得到那个 跟老婆体重一样种的米 哈哈哈哈 哇 这个有吸引力吗 这个有 这个有 哈哈哈哈 好 可能每一年的礼物都不太一样 今年是跟老婆一样种的米 好像每一年都会有这个 每年都会有这个 很棒啊 宜蘭的米多好吃啊 我也我也会很想要有一包好不好 欸不对 我要先有一个人 可以背着我去跑那个 哈哈 好 团友们有一些问题了 他说 真的是一个很想去的地方 总是这么远 很远吗 嗯 呃 其实清水公园 大家都应该有去过 就童丸杰那个 然后其实 立泽检就是在 清水公园在过那个立泽检桥 就到立泽检 它是在东山河跟太平洋中间 那个区域 好有人cue到老街戏院 但现在应该没有戏可以看了 对 现在没有没有戏可以看 然后后来就是 改成成一场 对 好 昨天 因为我们有贴那个预告贴文 所以 呃 然后 本庵 本庵仅行牛就是这个广汇宫的一个 就是一个传统活动 就是比较像 就是一个传说故事是 呃 就是地方有狐狸精会 就是扮成老婆 然后嫁给新郎这样子 然后这个广汇宫网他就会出巡去抓狐狸精 哦 对 然后 然后 那这故事有很多版本啊 有人 对 我听到很多版本 我看到的也是什么鬼新娘这种 就是故事 哦 你有看到 你有看到这个 有查到一些说法 对 但大致上也是这样 所以应该是说 大家比较熟知就是元宵节的招昂 那本庵也是有这样子的活动 只是说是不同的宫庙办的活动 对 他就是会放鞭炮 所以叫本庵 然后就是可以 有一说是可以下走狐狸精 会让狐狸精献出原形 原来 对 好 两个活动都很有趣 就是我觉得广汇宫就是透过这样的方式 他可以这个庙可以参与民间的一些喜事 我觉得蛮有趣的 对 因为我刚刚 所以那边凑合很多队 我刚 你是说联谊吗 对对对 他们会办联谊 就是有一些 然后他们如果你结婚 他们还会帮你办传统的婚礼 很酷 很棒 流水席这种已经很少见了 你可以穿传统新娘服 一般现在都穿白色婚纱 所以你刚刚讲的 不管招昂或榜昂 其实都是我们不是在地人都可以参加的 对 都可以 都可以 好 招昂就是那个 昂矮梦那个 不是在地人可以参加 然后招昂 要跟他们落镜也OK 他们就是 就是每年会落镜 只是通常 就是最后竞赛那个他们会有负责扛教的人 好就是那大家之后如果有兴趣的话 到了元宵节对不对 就可以到当地去体验一下那种感受一下那个氛围 好有团队有问说 好有人社区学校大约在哪里他只知道武吉有一堆的观光工厂 哦 我们就是在就是在立泽检这个地区啦对我们大部分就是沿着东山河 但我们活动范围有时候也会到其他地方去探访去玩 像我们几个礼拜前就有去松罗湖首座步道 就会去做一些体验活动 那当然孩子大部分就是现在就是有来自宜兰各地的人 那以前就是大部分都是只有立泽的孩子这样子 哦现在所以现在是国中就不限嘛 他可能来自罗东啊 对对对 就是都有嘛 对对对对 好有导览解说的服务吗 我觉得跟着两位去应该会蛮有趣的 有有啊我们一直都有 有有一直都有 就是副业 副业 好那那团友就自己私讯了副业 那私讯的话导览我应该要私讯哪一个单位呢 你们有这么多的单位吧 都都可以啦 都可以对就有时候有时候看你比较想要知道哪一方面的 因为比如说像有人专程想要来认识免费商店 就是这个我们也可以 然后或者是专程想要认识留社部落 对或者是老街就是我们都都可以都可以带导览 好就团友分享他跑宜兰这么多次 对利泽检的印象是工业区有很多工厂跟货车的出入 是吗 嗯嗯是我觉得利泽真的是一个很很丰富很多元的地方 那就是就是我觉得他就是一个环教环境教育的一个很好的场所 就是很多人跟自然在在就是以前那边曾经想要原本是想要开发六清 是应该有没有不知道有没有听过这个有的有的 那边还留下一个废墟 然后后来六清没有盖在那个地方去到云林 但那边就还是有开发一个工业区 就是其实那边就是有很很美的生态 但也有工业区 然后也有就有一些还蛮有名的工厂在那边 像护白米粉啊 有 或者是对啊 或者像那个那个潜水衣那个什么 有有有一个牌子我知道 我突然忘记那个潜水衣的名字 薛长星 对他们也在那边 好那好团友也问到有没有体愿活动啊 那应该跟导览是一样的 你就私讯他们 好这一题就不回答了 老卑少就应该是刚刚那个早晚的活动 好我们再讲那个生态这个部分好了 因为52甲湿地离你们不远 嗯 对那团友说有很多的碎花棋盘角可以看 哦对啊对啊 对我们今天有一些 当地湿地的一些动植物的画面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 这些都是你们之前带导览所留下来的吗 就是这个其实因为我们离52甲湿地很紧 所以有时候像四季的时候都会很喜欢去那边拍照 然后还好走走 然后像这个是风香树 它长得很像冠状定毒 对 刚刚那一张不像 你这一张一讲我才嗯 真的超像我们的制作这样的人家说 就是它在疫情之前我们都叫它风香树 后来疫情之后大家都觉得冠状定毒了 对 它好可怜哦 对然后这个是碎花棋盘角 对就是它 夜间的烟火 对又叫夏夜烟火 夏天的晚上才会开花 对对对 然后早上就会写 它跟着节气嘛 夏至哦 然后它就可以开始开了 还是说可能要再晚 差不多六月中开始比较多 六月中到八月 嗯嗯嗯 这你们都还认得吗 这个好像是黄姬林的样子 对对对对 它会这样子像波浪这样飞 对然后再高翘横 超可爱 它们就是都会群聚在一起 它其实看起来蛮有企鹅的样子 对对它其实脚很长 现在是因为有一个水位 所以它脚看起来比较短 对对对对 然后这个 这是鹰半玉吗 哈哈哈哈 这不知道 都认不出 欢迎商鸟专家出来 不要乱讲好了 因为湿地总是有很多朋友 流鸟 后鸟都有 对对冬天的时候就是 就是后鸟就会开始来 是 对就是 我蛇甲湿地就会有很多后鸟 那这个是鸭母船吗 对这是鸭母船 所以如果 我们沉了这个船 那代表现在 我们这一圈旁边 还是有养鸭的人家吗 还是以前 现在比较没有 现在没有放养 因为现在迅目法规的关系 哦 就是以前这边的人 就是鸭子 就是在湿地里面 就是放羊 然后他们会 坐鸭母船去赶鸭 哦 那现在就是没有 没有这样的饲养方式 好 我们现在看到一些风景啊 会不会是你们自己 心目中很喜欢 哎 我们有一小段那个 呃 就是我们当地的景色的小短片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好了 我觉得用影片来呈现也蛮好的 对这个是 你们是不是有去什么声音采集 哦对对对 我们有做声音采集 现在这是有声音的吗 现在这个是没有声音的 我们要让你们来补充 这个这个是前几天牌 就是有那个道 阿吉 这是你们的地方狗狗 我们社区那边的狗 对 可以 哦这一段我好像私心在重播 他好可爱 那个那个阿吉他 他会带客人去散步 怎么这么好 他会绕私地一圈 大概就是 就是小小小小圈的啦 就是大概三公里 我们来那个 脑力鸡蛋 那一圈要多长 三公里 那还好啊 对对对 就是一小一小圈啊 私地本身很大 但是那个 从我们民宿那边出发 绕一圈大概三公里 然后阿吉很喜欢 绕这圈散步 只要有人在散步 他就会 对对对对 他就会逃在前面 然后领着你 对对对对 很好 他会带你去走 刚刚那个夕阳照片太美了 这是你们私心最喜欢的一个画面了吗 我还蛮喜欢 我还蛮喜欢 傍晚结晶黄昏的时候 对 这个超漂亮 就是 而且因为他 夏天会是稻田 然后冬天会是水田 所以他一年四季的那个景色真的 就是都很美 哦 好我们团友来补充 从碎花旗盘角 它是夏夜烟火6到9月 蜂香树呢 花旗比较短 它是5月盛开 哦 那希望疫情就过了好不好 不要再说他像冠状病毒了 好 团友说对老街有兴趣 什么老街 利则减老街 那怎么会是什么老街 好 被上次 因为我们先前有一 先前有一集 我们的来宾是夫妻谈淡水 然后每一次一男一女 我团友会好奇是不是夫妻 不是夫妻啦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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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应该是同学 这样会让人家会害羞 呵呵 好那接着我们来聊一下 地方有一个实境的游戏 是由你们来开发的 其实也是因为社区学校 我们因为好演人社区学校 就是要演人宪铺嘛 就是我们他们认识环境之后 想要跟大家分享 讲这个样子 对 那我们就带着学生 就是去采集地方故事之后 做了一些访谈 然后把这个地方故事 变成一个游戏剧本 然后我们找了一间 实境游戏公司叫俱乐邦 就是来协助我们开发这款游戏 就透过手机的扫描 就是扫描QR Code 就可以透过解明的方式 认识老街 哦 所以如果我今天不是跟你们抱团 我想要自己认识老街 我就是可以可以取得这个游戏盒 但是这个游戏盒要怎么取得呢 也是一样思绪我们粉专 我们有订购连结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会有设定好几个点 我就跟着他的点走这样子 对对对 他就是会有一个道具包 一个游戏盒 然后就跟着这个点去解谜闯关 嗯嗯嗯 那我们的课程就是请专业的美术老师 来教他电汇 哦 然后他就把他的这个游戏盒 对哦 就是他就学生就透过电汇的方式 就是开发这个 就是做游戏的美术开发 那已经有 就是有人实际跟着这个游戏盒 走过一软 然后有 有给出什么样的回馈吗 就像五颗星的评语是什么 哦 现在 现在蛮多不同的团体 不同的团体来使用 有些学校合作啊 然后有些外面的单位合作 然后他们就是 就是比较希望是可以透过 有趣的方式 就是然后用自己的步调 因为他那个那个就是 游戏盒的方式 游戏盒的形式就是他可以用 就是他 因为没有人带着导览嘛 所以他们走一走 他们想要很快的用冲刺的玩 还是慢慢走这样玩 还是玩到中间 跑去喝个饮料的回来也是可以 对对对 那这个游戏盒是比较针对景点 还是说就像你讲的 欸我想要去吃个东西 他就会推荐我 欸你可以去哪里吃东西 有到这种地步吗 其实游戏盒最后有 就是 就是里面里面有附一张那个美食推荐 对那 对我们里面有一些美食推荐可以看 然后可是 我们游戏的每个关卡 其实都是 我们跟学生一起想出 欸哪些点 就是是 最想要让大家认识的地方 比较像是 比较像是一个 大 先带大家 先带大家 走过这些地方 然后里面还有一本手册是 如果他们想要知道这些地方更多的故事 再去翻那个手册 就不会在游戏过程中 给大家太多的那个文史资讯 比较多是在手册 那他其实就是我整整要把这个游戏走完啊 是不是要一点时间 大概一个半小时 欸有这么快 对 我要走完这一条街 然后我要去体验各个地方的 包括解谜大概一个半小时 我们目前的统计都是这样 有这么快 我以为是他是要好好花个半天 或什么 然后我就慢慢的把它走完这样 也可以啊 如果你中间跑去喝个咖啡 就可能会花得多久 好因为刚刚那个游戏的部分 有刚刚有几张照片是什么 蹲在地上 然后大家就一直拿手机 他是在扫Q啊 扣吗 还是他是在闯关 因为那个手机是 这个他们是在干嘛 手机 他们是在看观察那个周遭环境 因为解谜 我们会引导他们观察周遭环境 然后有些符号 然后符号是我们学生就把它设计成密码 然后所以要解谜床关 那看手机是因为手机里面会有那个对话 就是我们的剧本 所以说现在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为什么要解这个关卡这样子 原来 所以他其实可以一群人一起玩 对 他不是只有一个人可以玩 然后这个有解答到团圆 他说可不可以重复啊 可以一个人或一群人 好都是可以的 好我们今天这个时间很快 可是我最后最后想要推荐一下大家 就是我后来才知道 这边的花生很有名 是不是有点跳 你今天有给我一个花生的照片 对对对 就是栗泽花生是这边的 我觉得是特产啦 特产 但是因为他量没有很多 所以很常都会卖完 当地人才知道的 对 他是沙地花生 如果真的很想要尝尝看 因为你们那个文宣写得很好 就是牙口不好 或者说他这个软硬度适中 我们想尝尝的话 这你又说是量很少 我们可以怎么取得 我们可以请梅阿姨帮忙留意一下 有门路的好不好 也是要视讯我们好演人社区学校 那未来有什么样的活动呢 未来吗 我们其实在暑假的时候 就是目前预计会办 跟立者老街有关的一个市集 然后 市集 对 然后还有就是 如果是学生的话 我们也有营队可以参加 对 很不错 那不管是市集或者是营队 有兴趣的团友们 是不是就是持续锁定好演人社区学校 你们都会公告给大家 对对对对 我们都会在上面公布我们的活动资讯 好 最后还有没有任何要补充 没有的话我们今天直播 也很快要跟大家说拜拜了呦 时间过很快 对啊 好 那就下次见啰 拜拜 谢谢 拜拜 拜拜